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收听西小图中文电台 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直播 我是小元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 来自加拿大的作家 辛曼老师 欢迎辛曼老师做客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 你好小元老师 大家好 晚安 晚上好 好 那 我认识辛曼老师 应该是6月18号 对吧 在西小图 就是举行了美国西北 华文笔会的五周年的一个年会 然后辛曼老师是这一次 华文笔会中文的最高奖的得主 那非常祝贺您 就是得奖 然后就是 首先请您谈谈或讲的心得吧 感想 谢谢小元老师 非常的感恩 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在这个夏日那么美好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也是充满着感恩和恩典 因为当我们呈现一个故事的时候 是非常的前期的 是自己本身要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痛苦 所以当这个获奖的时候 我的内心是充满着感恩 因为我们设计的话题是我们全球 我们可能大多数的家庭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父母 我们自己会面对的很多的精神上的问题 一种爱的 我们怎么样来面对的问题 忧郁 自闭 焦虑 这种 这种家庭 这种状况下面 我们怎么样来 防止自己焦虑 也来帮助我们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家庭 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的社区 我们整个社会 我们整个地球 怎么样来 让我们自己来 做自己能做的那一部分的 一种光 能够发出一点 在人生的路上 我们都会有挫折 都会有痛苦 我怎么样去理解 去展现一种爱 来客户自己的问题 我不能说我们每个人 都是很健康 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是健康 不管是身体的 还是精神的 但我们都需要 我们都需要有爱 不管是我们要爱自己 还是爱他人 还是这些 我们无法理解 或者无法沟通的 我们怎么样来面对 所以这就是我写作的这篇 这个故事的真实的来源 那我写这个故事 应该说我 从我青少年时期 我就想写 只是我不敢面对 因为当你这个面对的时候 我自己内心 又经历一个很痛苦 很煎熬 因为当你 人生不可能 在你变得可能 有着绝望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来 来面对 所以我这个孩子 我写的这个孩子 他是有 重度的青少年 忧郁症 这个 当然他的原型 也是来自 真实的 这种原型和家庭 那对于我自己 为什么有那么深的感受 因为我在这个 就是在这个青少年 这个忧郁症 这个 这种体会 我个人 我的身心灵 本身对他的体会 是一种刻骨铭心的 是一种 我不愿意去触及 因为你触及他 他就是让你痛苦的 那同时 那你身边 你这个人生的路上 会遇到很多的 很多的人 他也愿意 那些 还不能说是朋友的人 他们给你的信任 其实他们同时 也是在寻求帮助 他们在说 他们的故事的时候 他们是给了你 一种寻求 一种寻找 一种信任的时候 你能做什么 能做的就是 去拥抱 去尽量的去 展现你的 这种 正面的一种 积极的 但是又不是 来跟他们来说 只能说 我们站在一起 就together 就是我跟你在一起 我也不一定 是一个坚强的人 但我可能 可能比对方 还要wake 但是我们都在learing 我们都在学习 我们不管我们 年龄有多大 我们也在学会 面对 包括小孩一出生 他们也会学会 社交性的微笑 这种微笑 他们不会笑的时候 他可能有自闭症了 有一些精神上的障碍 那我们要早一点 去发泄它 去敏锐 去理解 去发泄 然后去进行一些 必要的 跟遵的一些措施 所以我的这篇小说 当我写出来的时候 其实里面的一个主题 也是一种爱 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所以最后也是 这种爱是 最后结尾 也是来自社区 我们一起来 自告奉勇的 来像疯子似的 来鼓着掌 这个是一种 当然比较夸张的 表现的手法 只是说 我期待 当我们面对 这种忧郁焦虑 人生的一些挫折的时候 我们不是孤独的 我们可以找到帮助 我们可以有人倾听 如果有人没有理解 当我们不管是精神 财务 家庭 工作 我们的人生 不如意是时常吧 这是我们中文里面的一个 大家经常会说的 那我们怎么样把它们看成 这个是一些人生的 有的时候就是一些 像波浪样的 有可能是一些 当你怎么样看到的时候 也许是风景 怎么样去来走过它 怎么样来学会 来或者说来感恩 这个是很艰难的 只是这个故事 这是真实的 原型 对 所以非常的感谢 今天小岳台长 能够 对 那我就 因为 那个要采访 那个西蒙老师 然后呢 西蒙老师把这篇 那个小说 叫英尼尔美丽 也发给我了 然后呢 我也看了一下 首先呢 就是西蒙老师的 文笔非常的优美 然后 但是写的是一个 比较沉重的一个故事 两个小孩 一个有自闭症 一个有忧郁症 然后呢 就是父母呢 也经常吵架 最后呢 还离婚 然后这样子就是 最后呢 还差点都掉到悬崖 下面去就是比较 比较揪心 让人看了 就是 那么我也相信 这样的故事 是真实的 因为 好多 特别是华人 到了异国他乡 然后就是 不要说是小孩 大人都有 不适应的情况 那小孩 如果不适应的话 他比较容易 就是 不管是自闭啊 或者忧郁啊 是比较容易发生的 然后这种情况下 如果 父母能够 如果合作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他应该是 还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 双方 又谈不拢 又经常吵架 只会 这种情况恶化 所以呢 这是一个 非常真实 但是又 又很沉重的一个故事 所以就是 能够 能够用 这个 优美的文笔 能够把这个故事 写出来 其实是 蛮不简单的 而且 我相信是 有很多的爱心的 在里面 所以 那 从故事本身来说 我们 我们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或者说 解决方案是什么 然后最后 人物 主人公的命运 最后是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 像 先门老师说的 就是 社区都在帮忙 或者什么 伸出 很爱的双手 然后 可能大家一起 一起帮忙的话 可能会 能够让他们 少一点 是吧 但是 这个 这个问题 或者说 这个现象 或者说 这种事实 应该是大量的 存在的 如果 我们 不管是社区 也好 整个华人 社会 也好 能够 当然 这个小到家庭 也好 能够多多 关心这样的 不管是孩子 也好 家庭 也好 这个应该 这个世界会 更加美爽 对吧 那是肯定 所以 因你而美丽 世界就是因为 我们每个人的 每个人的灵魂 都美丽 而美丽 是的 嗯 然后 这个 我也想知道 就是 新闻老师 就是 就是 什么时候 开始 关注 这些 相当于是 弱势群体 就是 然后 然后 您的 心路历程 就是 作为一个作家 关注 关注这些 弱势群体的 他们的 家庭的 悲患 离合的故事 这个 心路历程 是怎样的 谢谢 小元老师的问题 我本身也是 我们 我不能认为 我自己也是个强者 我就是一个 比较 弱小的一个人 我个子也不高 比较瘦小 所以我看起来 好像是 不能给别人 一些帮助 好像我很需要 帮助的一个人 但是因为 有时候 经常会做一些 社区的一些 异工 有的时候 也不是我主动去 有的时候是 有一些 朋友 他们会 后来慢慢 才成为朋友 可能开始的时候 没办法 还没有机会 说是朋友 通过这些交流 他们把他们的 一些故事 他们的经历 然后他们所需要 其实他们讲的是 并不是说 哎呀你来帮我 而是说 其实 人他都需要 倾听 当你愿意去 倾听的时候 你就会被感动 你也就那种爱心 其实我大多数人 是愿意付出 他们的爱的 所以到我 我其实应该说 这个是一个 这个话题 让我不是很 我不是很主动 而是说是一种 无形之中的 好像你 我相信很多人 倾有为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 他是要 为什么 他也没有说 要我 就有一个 莫的 就有的时候 做的时候是一种 就一种 很自然的 就这么过来 很多 可能然后就 他才从医院出来 他说 医生跟他说 你不能再 出医院 他说 这个很严重 你必须住院 我才知道 他有这个问题 但是我非常的 感到累疚 我不能做什么 因为整个过程 我不是很清楚 我也不是医生 但我能做什么 我想我就希望 就是我就用我的笔 能够 当你的内心 触动的时候 这个时候 其实你 不是很容易 因为我们有时候 沉默 有的时候 语言是无用的 你的文字 也是无用的 有的时候 就是内心的那种 煎熬 那种 那种 后悔 要说 你没办法去帮他 你真的 这么一个年轻人 他的妈妈 他居然很多年 没见他妈妈 他的妈妈 在国内 也不知道 他有这个病 他也没办法回去 而且是独生儿子 我的内心是很痛苦的 我为他 但是我做不了什么 后来我甚至 连他的联系方式 我都不知道 但我的内心 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它是在我的心里的 所以有这么多的事情的时候 所以当你要写的时候 这个话题 不是那么容易出来的 所以我一直认为文字 其实在这个时候是没用的 所以我一直没写 所以我非常感恩 美国西北华文笔会 有这个正文活动 因为这个正文活动 我就想 我能不能利用这个活动 我来 故事自己来写出来 那我要寻找这个 我怎么样来表现 因为这个是一种艺术 还是一种语言的艺术 你要表现出来 矛盾线你怎么顾 这个冲突 怎么来展开 然后进入高潮 高潮然后再下来 然后再结尾 那这个结尾 当我要怎么样来出现 那我的文章里面 我的故事里面 这个孩子 始终都忧郁着青少年 我是不能跟他面对面 我也不能跟他见面 因为他确实是不见任何人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他不见任何人 所以我作为作者 我是不能跟他见面 那我要怎么样来用人 用我的 就展现出来 这个 因为立体人称 当时我也在构思怎么样想 所以后来我看到 就是其实美国 那当时好莱坞 有一个片子 叫做May and December 这个中文 开始怎么办 叫做May and December 这个收视率比较高的 也是一个真实故事改变的 它是个好莱坞的一个 一个这个演员 他真实的进入这个家庭 以后 在后面的发生 故事 所以我的这个后发部分 我是以这个 教画画的老师来出现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艺术来疗愈 这个孩子是真的 这个画画是对他来说 他现在开始慢慢能够接触这个社会 也是通过画画 所以我们的艺术有时候是有用的 我们不是专家 像我只是写作 所以但是 但这些我很高兴 我很愿意跟大家就是来分享 我们是有办法的 我们有很多的希望的 我们可以通过交流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分享 然后我们会找到很多的出路的 但是我们可能是越早 可能是不是越好 好 我们进一下广告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聆听 西曼老师分享他的心路历程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 晚上十点整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生生有情 1150AM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1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COVID-19疫苗 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 别担心 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 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 免费接种最新疫苗 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CHIP儿童健保计划 也涵盖免费的COVID-19疫苗 请浏览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 并按锦字键了解详情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位于Redmond和Belleville的小百零幼儿园 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 由爱兴优质教师执教 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 每周主题课程 艺术兴趣教育等 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 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 索赔成功过后收费 不成功则不收费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 今天我们通过Zoom请到了现在身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作家 辛曼老师 我们很高兴啊 就是有上次在西雅图举办的西北华文比会 我们有一面之缘 我们也很高兴知道您的大作就因你而美丽而获得了最高奖 我们能不能问一下您的个人经历 就是什么时候到加拿大的 就是出国之前是做什么的 然后到加拿大之后 做什么工作是不是 专业作家还是有一份别的工作 这些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其实是写 我现在主要还是创作为主 因为我小说这个短片小说是我的尝试 我从小就写诗 诗歌双语诗 所以也写剧本 剧本呢 Stay Alive 所以这个剧本里面的主题 他获得RAMI的2024年 所以在这个里面也是那个孩子也是有忧郁的症状 然后所以其实对我来说 现在主要还是以创作为主 那我刚才在刚好前面的时候 我刚好在读我的一首诗 因为我这个诗 当然不是说是我自己 我只能说两句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他每天都在非佛生命的抵抗行为 否认孤独 克服忧郁 反思伤痛 他致力于追求 灵魂的诗歌 他不是Emily Dickson 他是他自己 灵魂不朽 他每天在给上帝寄信 这是我写给上世界的信 他是个小孩子 他无法向任何人诉说极度的精神 可怜的孩子 他无法向任何人证明绝对的寒冷 诉说极度的是爱情 这意味着真正的辉煌 源于绝对的失望 无同情心的接客的文人 时刻对家具的孤独伸出援手 你会毁了他 那位使者发露了 无人弥彩他 他很高兴 发露的声音在他附近出现 他拒绝疏远 拒绝否认最高艺术 无时无刻不再打开 他的灵魂 我不是个没有灵魂的人 你是谁 教养是个虚伪的家伙 精致的人类 我们从来没有亲密过 这就是我的 里面的就是 他用大胆的诗集 独特的声音 他每天都在恢复生命的 抵抗行动 这个有一部分当然也是写 大部分诗当然是一种普遍的 一种价值观 或者一种普世共鸣的 希望给读者共鸣的一种声音 一种诗意 但这一首诗里面 很多时候是也许写给我自己 所以也许从我的诗作里面 我可以更多的来理解 来看到这个文字里面 所能够发出的一些声音 因为诗意 它能带给人的是一种疗愈的 对我来说 我相信也对很多来说 包括这种艺术 对人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 一种释放 不一定是个人 我们说是一种逃避 也许是 但是不一定是个人的释放 但是一种 一种更高一点 就是我们普遍人类的 当你当在那个高度的时候 你就发现 你这个释放的不一定是个体 但同时也是你个体的声音 只是你说出来的 是一种可以引起公民的 一种 但韵律的一种旋 一种节奏的一种诗意的一种美好 一种艺术的一种 能够跟我们人类息息相关 我们也离不开的一种 诗意的一种表达 谢谢 能做全职的作家 但是太了不起了 我知道因为你当作家就会想的很多 然后有可能会比较伤感的时间也会比较多 我觉得就比较不简单 能够长时间的维持下去 其实对我来说都是很难想象 最近就是因为你问我这个问题 我是怎么样 我并不愿意这样 包括我当然我是做财务方面有关 但是因为这个诗是从小 从小是跟我在一起 那我是不愿意跟他在一起 但是也许我有这个天分 但是因为我们都有 对吧 都需要 因为这个文学艺术有时候就是很 很现实 就是你也不能去能够说有很多 能够make很多的money 也不是说这种是一种精神 特别是诗人 诗人本来就是没有 就是诗嘛 又不能做什么 只能是这种是一种精神的财富 当你得到这个精神的财富的时候 你的人的精神面目应该还是满足的 还是富有的 我认为 只是我并不是要跟他在一起 跟这个诗 只是他一直找着我 所以我应该说是一种被迫的行为 我不是说 包括这个短篇小说 这次美国西北华文比较 我其实也是被迫写的 因为当你的火山一样 我有一首一个诗集的题目 叫做花文火 花文太阳 是一种表示一种爱 一种象征 那花文火山也是我另一本诗集 它这个火山的爆发 印象很久的时候 你总要爆发出来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一种被迫的 并不是说你就想要这样 人生很多时候也是没有很多选择 对 然后就是你写作有多少年了 然后就是写作的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什么 那么介绍一些 我写作应该是 我因为从小我就喜欢写 不是 一下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只是 我不愿意跟他 跟这个写作在一起 然后 但是真正完全我屈服 也就是和这个没有很多年的时候 我是觉得我应该慢慢的来跟这个创作结合 但是我一直这个过程这种是一种比较拉扯的关系 就是其实我是毫不犹豫要不要他 但是人生它是你可能是血脉里面本身有的 你是没办法去你去清洗它也不行 我去抛开它也不行 它总要跟着你 所以当人痛苦的时候 特别是当很多事情你需要去表达的时候 你这个骨子里面能够出来的 我能够做的也是文字 所以才会出现 我会可能长时间的来 一首诗写的时候 是可以忘记吃喝 什么都会忘记 所以也是一件 需要反省自己 就是 当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是没有很好控制它 比方说你需要休息一下 当时那个事业来的时候 你有时候抓住了它 要写出来表达出来的时候停不了 所以会很辛苦 会很痛苦 当然 因为你 所以这种写作其实并不是 我认为每个作家 我不能说我是作家 我只能说我写作 现在我是这种 就是生命里面 这个血脉里面 可能就是天生 它就是要跟着我 我很有兴趣 但是我包括这个短片小说 我是被迫写 我很多诗 我写完以后我都说 我下一首我写不出来 但是下一首又写出来 因为我自己很惊讶 我自己也很喜欢 我自己也很 我又收藏 我自己又收 我不愿意说 我又写了 因为我就想 我又写不出来了 包括写剧本 写剧本的这个过程 那一样的也是非常的 要反复 有时候跟诗还不一样 剧本呢 要跟观众 表示你的读者是谁 不想写诗 我就自己去写 而好了 那个诗就是我自己的诗 那么剧本不一样 剧本是谁 小源台长 我们的听众 我们要考虑他们是谁 像莎士比亚 所以他写的那些戏剧 他是做得很好 他作为一个诗人 他作为一个戏剧家 他两个角色 他做得很好 所以我还是在学习 也是在勒利 谢谢你 我们再进一下广告 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壳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肖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 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 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 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 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 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 多年来义务 为西雅图 以及全球的华人 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ceattle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 美国故事栏目的直播现场 那今天我们通过Zoom 请到现在身在加拿大温哥华的 作家辛曼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 他创作的心路历程 我们想讲一点其他的 就是 比如说讲讲温哥华呀 您在温哥华的生活怎么样 喜欢温哥华吗 你喜欢吗 你来过没有 来过 但是没有生活过 我去世作为顾客 匆匆过客 我其实很喜欢西雅图 我这次 我就觉得西雅图 我看到那个湖水 非常的壮观 我分不清它是海水 还是河水 它是跟海相连的湖水 它就是那么美 那么那些波兰 我当我看到那个湖水那首波兰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我写的这个小说里面的这个人物 我还想说这个人物的名称 因为他一个其实有很多暗时对 就金兵 金英 我们都像我们的孩子是金 就是我们说金英对不对 所以它的名字我当时我当时取的时候还是有它的一定的象征意义 但是但是它所以所以你说当我们来到一个地方 我们会喜欢它们 其实我们就是当你的内心平静的时候 感恩的时候都会喜欢 所以在西雅图的人和物都让我非常的感恩 所以我也感谢小学台长的采访 也感谢听众 也祝大家晚上这个夏天 这个夜晚能够带来一丝温暖 就是我们一种失忆的一种遐想 我们想象一下我们这个湖水 空气阳光 这个我们都享受这些都是这些精神上的一些财富 包括我们的艺术 所以当你遇到这些人和事物的时候 那个地方也是美的 那就欢迎喜马老师都来西雅图 西雅图确实是很内涵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 然后我们能不能再问一下 就是哪些作家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比如说我猜想 比如说张爱玲啊或者什么 甚至红楼梦啊或者对您的影响 是不是比较大这样的 我其实我比较局限于 我不太感受很多的人的影响 我比较封闭 因为我怕这个影响呢 会对我产生不好的影响 因为他们是优秀的 但是不一定对我是有启发的 我需要对我产生启发 启发而且呢 能够给我其他的一种亮光 能够让我自己能够很好地表达自己 所以说你问的这个就是聂鲁达 这个露贝奖这个诗人 聂鲁达 然后艾玲丽蒂克森 应该说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还有他的戏剧哈姆雷特 这个还有这个露贝奖 就是早几年得罗贝奖 然后去年 然后很遗憾 没有机会见到他 就是这一些 他们这种影响是 就是他们的文字 是给我启迪的 当然有很多诗篇 很多更多的 当然要详细说 但我有一些局限 就是局限于这些 就是我会去寻找 能够 当然很多人会觉得 谁来一个作家 好像很适合你的个性 你会受到启发 其实就反而不是的 你们例如达他的诗 他是很有逻辑性 但是还有惠特曼和美国 这个现代式的 我们说他的先驱也是的 其实这些是 我们每个人当年创作的时候 你可能会找到这种 跟你可以相连 跟你启迪的这个 然后因为你不是去许 你不是去 我的意思是 每个人都有他的方式 但要你要把这条路 你要让自己做得更好的时候 你找到这个 就是更优秀的 就是历代以来 那么对你有启发的 这个启发是什么 你可以启迪你 可以给你灵感 那你的文字才会有生命 我就是学的过程之中 是学习 学习的过程之中 我能做什么 就是你站 所以说写东西 要站在这个巨人的结盘上 跟他们去学 就这样 谢谢 你说的这些作家 我大多数都是不知道的 还是很先进 因为诗他是一种 比较 应该说比较 用文学体材来说 当然 他的要求也不一样 以前 所以那诗呢 所以说短篇小说 戏剧 那个 然后 长篇小说 赏文 这些 我主要是先从诗开始 所以 刚才说的这些诗 主要是诗 所以你 你写诗主要还是新诗了 就是不是 不是像中国 这个 受唐诗诵词影响的话 要押韵啊什么的 但是 如果受新诗的影响的话 就没有 没有这些局限了 对吧 写 我写过一段时间的 对 就提示 但是 因为我们现代人表达 我们的语境 我们的情感 更加复杂 我们 我们的声音 更加会不一样 所以 我 这个现代诗 是我 所认为 正能够表达 我自己 能够 更加能够发挥 我自己的 这种 表达的 努力的 这种方式 但是怎么写呢 是形式不一样 但是 整个 创作里面 你能够表达的 比方说 我们要种诗意 诗意是 诗的灵魂 这个是一样的 只是 押韵是一种形式 并不是说 这个就是 押韵才是诗 不是的 它只是 一种 然后您 创 主要是写诗 是吧 以写诗为多 写诗是因为 是我的 从很小的时候 当然是写的 诗时间比较长 我应该是 比方说 那个诗是给人 就是启发 因为 并不是我想要它 而是说 当你抛弃它的时候 在某个阶段的人 需要的时候 他又回来 所以这种 跟它是一种 拉扯 我并不是说 我对它 很爱它 很热爱它 很有兴趣 而是说 我就是 所以我 是花文火山 我另外一首诗集 叫花文火山 所以这个 两个对立 一个温柔的花 火山 是一种 有暴力 所以这种 所以当其实 很多时候 并对我来说 不是 应该说 你是兴趣吗 当我写完以后 我是一种 我应该说 是兴趣 但我不能说 我很爱它 但我又很珍惜它 我又是我骨子里面的 灵魂里面的 所以我也 应该是非常 是我不能不说 我很敬畏 那你写 用主要是中文创作吗 还是英文创作 当然 主要是中文 英文创作是 后期有开始 因为我们总要 进入一种 我们的英文主流 对 我们要 而且很多时候 当你听到的 信息是英文的时候 这个语境在英文的 语境里面 其实我们是可以 不用中文表达 可以用英文表达的 所以 英文 其实是 语言 并不是你需要 英文能力有多强 而是这个语言 其实是相通的 因为它是 它的表达 它需要这种经验 比方说 一种诗意 其实当你这种表达 并不是 你说你坏种语言 其实换种语言 表达会提高你的中文 我的经验是这样 包括 那个 艾瑞特也是这样 他用法文表达的时候 那个TS 艾瑞特 他用法语表达的时候 其实他说 你的人生的 你如果摩语 是那种语言 其实是很难超越的 其他语言 很难超越你的摩语 当然你用别的语言 去表达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的摩语 会得到提高 这是他的一个 他曾经分享过的一个事实 但是对我来说 我也有个这样子的体会 当你用别的语言 去写作的时候 去写诗的时候 我的中文也提高了 我的中文表达能力提高 当然这个是需要具体的事情 一些例子去详细地去分析 只是说 这个是我一个 可以说 我只能说 这个把结论说出来 大家来 当每个人有 每个人不同的经历 我想每个人的经历 都是很丰富多彩的 所以我们大家 在这个丰富多彩的 这个创作的艺术的环境里面 我们可以互相地学习 交流 互相地来欣赏 来成长 谢谢你 是 那我相信有很多人 创作 有的是纯创作 就是 比如说小说 就是 虚构的人物 但有很多人是写自己的 然后 您创作是以写自己为主 还是虚构为主 还是灵感 以来自生活 当然 艺术 不管你是 我认为 就算你回忆录 你都离不开虚构 都离不 因为这个艺术 需要我们的imagination 我们的想象力 没有想象力的 这个很难叫艺术 很难叫创造 创作 既然是创作 我们必须有我们的 想象力 而这种想象力 就是让我们的人 每个人的艺术 表现出来 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 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想象力 让我们能够区分 我们的不同的艺术 当然 这个诗肯定 你如果是写自己 我认为是 对我来说 我是认为 我也没有什么兴趣 但是我肯定是从 我个体的这种体验 体会 不管是我看到的 听到的 闻到的 嗅到的 我们各种的感光 或者是通过我们 通过网络所体会到的 我们再通过自己的头脑 再做进一些艺术的加工 一些imagination 然后才有一些作品出来 然后写作 有没有改变您的人生 当然写作让人感觉到一种 学会 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 怎么样与自己打交道 怎么样跟社会打交道 去观察 去理解 怎么样来体验别人 怎么样来 学会关心别人 也来关爱自己 来提醒自己 就是当然是 肯定是改变到 是从 很多人如果他说 他没有改变的话 那是可能 对我来说 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你会 你会内心 你会更加的 会有一种 对自己会有一种 信任感 就是我还能够写 我能够用文字来表达 我能够来表达别人 我能够用这些文字 能够你带着别人一种美感 一种 我能够用自己的想象力 因为现在AI 现在这个时代 很多时候 不需要想象力 好像就可以出来 很多的一些诗 一些东西就出来 但我在这个时候 此时此刻 我还是为我们人类感到骄傲 我们还是 因为我们的想象力 我们的创作 创造性思维 是AI 现在应该来说 还没有到我们人脑的这一步 文字是个基础 这个诗 这种 我们现在创作的这个诗 像我 我是很怕用它 但是我又要用它 因为它是个工具 就像我们的Excel和Word一样 我不是用它来进行一些 去search一些东西 就像你用Google一样的 去找一些素材 比如说一些 一些 不要说念头 导致 你要读 去读人家的诗的时候 可能做一些这些诗 但是我们人呢 就是 还是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 在这个方面 我们 有的人可能AI的诗和人类的诗 它分不出来 因为 我们时间有限 很快就到节目的尾声 今天非常荣幸的 请到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 作家 辛曼老师 跟我们分享他的写作的心路历程 那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请辛曼老师 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句话 最后一句话 非常地感恩 今天 这些的听众朋友们 我衷心地感谢您的时间 感谢您宝贵的时间 感谢您 这个宴晚 因为您得到我们更加的美丽 感谢您 能够在这个时间 我们一起来分享 我相信下一次我们也可以听到 我们听众们 以后 我们自己更多的声音 也祝大家晚安 这个夏日美好 节日快乐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 能够关注辛曼老师的作品 谢谢辛曼老师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谢谢 谢谢